第十二题一盏家用台灯本来是使用60瓦特的乌斯灯泡 换成100瓦特的乌斯灯泡后变得更亮了 其主要原因为何 我们原来是60瓦后来变成100瓦 在单位时间之内所能够提供的转换的能量更多 所以当然会更亮 但是呢我们都是接在家用的电源上 都是提供110伏特的电压 所以呢A说电压会升高是错的 有我们家用电源是交流电 它的电流方向是一直在转换的 并没有固定的方向 所以诸说通过乌斯的电流方向改变了 也是错的 因为它是一直都在改变它的电流方向 它是交流电 而我们的B说我们的电阻变大了 这也是错的 因为我们的公式是P等于V平方除以R 因为要问电阻然后给了电压 然后呢要给了功率 我们就发现在我们家用的电器电压是一样的情况之下 电阻越小的我们的功率会越大 所以换成100瓦之后功率变大了 电阻应该会变小 所以B说电阻变大了是错的 那么只有C是对的 因为是要求的是电流 那么有了电压有了功率叫P等于Iv 在我们的家用电源的电压一样的时候 我们的P如果越大就表示我们I也会越大 所以就是表示电功率跟我们的电流是成正比的 所以巫师的电流会变大是对的 所以12题问我们说其主要原因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 通过巫师的电流变大了 感谢观看